为了和网友结婚 他依然选择离婚 不料网友却人间蒸发 整整三天 男友手机关机 原来这个网友 竟是个玩弄感情的骗子 他决定找人报复这个男人 继而拍下两人的亲密视频 而视频一旦曝光 张超势必身败灵猎 报复成功后 网友又跑上门来侵犯他 他会做出怎样的反击 报复色魔之后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4年10月的一天下午 孙江手里拿着一本离婚证书 脚步轻快地走出了民政局 就连前夫在身后 对他说了些什么 孙娟都没有听到 此刻孙娟只有一个念头 终于恢复单身了 要赶紧和男友张超 分享这个好消息 走在大街上 孙娟拿出手机 兴冲冲地想给男友打电话 奇怪的是 大白天的男友的手机 却关机了 孙娟有点心急 他不停地给男友拨打电话 可这电话一拨 就是深更半夜 可男友的手机 却始终没有开机 孙娟有一些担心了 他给男友接连 发了几条短信 说自己已经办好了 离婚手续 请男友尽快回电 可直到凌晨 也一直没有回应 这个时候 孙娟才开始后悔不别 三个月前 孙娟和张超在网上偶然相识 当时三十岁的孙娟 正处在感情的低谷期 结婚三年 没有孩子 丈夫常年出差在外 两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 而孙娟呢 在一家公司 做前台秘书 工作本来就很清闲 丈夫常年不在身边 这样孙娟总觉得寂寞 心里越发不满 和丈夫打起了冷战 这个时候 网友张超的出现 一下子就填补了 孙娟内心的空白 相比较丈夫的木论 张超显得知情失去 每一句话都能说到 孙娟心坎里 孙娟很快陷入了情网 两人多次开房优惠 很快 孙娟便坚决要求 近身出户离了婚 为的是和张超 长相厮守 可想不到的是 张超却突然失踪了 男友张超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孙娟彻底坐不住了 她想马上去找男友 可这个时候 孙娟才发觉 两人交往了三个月 她却连男友的家庭住址 同事同学 亲戚朋友 都一无所知 眼下唯一能想起来的是 男友曾经提起过 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孙娟马上赶了过去 广告公司倒是找到了 可前台小姐 却告诉孙娟说 公司压根就没有这么个人 这让孙娟感到十分焦虑不安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孙娟站在广告公司门口 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她的手机里 突然收到了一条 男友张超发来的短信 孙娟急切地打开来看 短信里只有几句话 说你不用找我了 我只是个小司机 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 忘了我吧 这条短信 让孙娟一下子懵了 男友张超曾经告诉孙娟说 自己是一名广告设计师 单身多年 对孙娟是一见钟情 承诺一辈子要照顾孙娟 可眼前的孙娟 早已经身陷情网 无法自拔 她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她觉得张超一定有什么 不得已的苦衷 就算是张超欺骗了自己 也一定要找到张超 亲口问个明白 孙娟为男网友张超离了婚 可张超却突然抛弃了她 那么这个男人到底是故意欺骗孙娟 还是另有苦衷呢 孙娟又能否找到这个男人 并弄清事情的真相呢 接下来几天为了找到这个男人 孙娟几乎每晚留恋于两人约会的地方 可这么大的城市 找一个人就好比海底捞针 又谈何容易 显然孙娟一无所获 该怎么样才能找到这个男人呢 眼下孙娟搜长刮度 就只剩下一个QQ号码了 孙娟试着登陆QQ号码 一连设了几个密码 都没有登陆成功 孙娟索性找来技术人员 通过技术手段成功登陆了QQ 在这个QQ号码上 只有两个联系人 一个是孙娟本人 而另一个则是一个QQ群 名字却相当古怪 叫泡粮之家 出于好奇 孙娟点开了QQ群 只见泡粮之家QQ群的介绍里 堂而皇之地写道 泡粮有理 技巧之上 孙娟再一翻看 群里已经有近百名的成员 而且清一色都是男人 成员们发言纷纷踊跃 可句句话都不离齐下三寸 内容十分恶俗 孙娟查看了一下历史记录 终于明白了 原来这个群啊 竟然是男人们交流烈焰经验的群 而所谓泡粮之家 这个泡粮 说白了就是勾引良家妇女 看到这里 孙娟感觉到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孙娟又发现 在这个QQ群里还共享了不少帖子 内容大多十分低俗下流 其中啊 大部分都是这个群的创建者 太阳之子发布的 而太阳之子在最近发布的一篇帖子里 就会声会色地讲到了 自己在三个月前调到了一枚美少妇 不但使乱中气 还让这个美少妇为她离了婚 帖子里啊 甚至讲到了两人大量的交往细节 只看着孙娟是血液倒流 恼羞成怒 因为帖子里的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孙娟本人 而不出意外 QQ群群主太阳之子 也正是孙娟踏破铁鞋都要找出来的男友张超 看完这些帖子 孙娟一下明白了 张超其实是一名网络工程师 并且早有家世 当初她一会儿说自己是广告设计师 一会儿又说是小司机 还自称单身都是信口雌黄 其实张超唯一的爱好 就是勾引女性上床 她不但自己作件女性 两年前更突发奇想 在网上建立了泡粮之家QQ群 为的竟是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泡粮经验 方扬光大 而张超和孙娟的交往目的也非常明确 只是为了上床求欢 而这个情场老手 每遇到一个新的恋验对象 就会使用一个新的QQ号码 一旦得手 QQ号码就会弃之不用 如果孙娟不是通过技术手段 强行登陆了QQ 而这个QQ又恰好加入了泡粮之家QQ群 孙娟恐怕一辈子都无法得知事实的真相 如果说孙娟之前还对张超抱有一丝幻想 认为张超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 那么现在从情感上 孙娟对这个男人算是彻底了死的心 看着网友太阳之子不断跳动的头像 孙娟只有一个念头 必须要找到张超 必须要让这个男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但是自己是一个弱女子 怎么去报复一个大男人呢 孙娟思来想去决定上网求助 于是他在一家女性论坛上 发表了一篇帖子 说自己欲人不输 被一个泡粮足骗了色 自己一心想和对方结婚 可这刚刚离婚就惨遭抛弃 更要命的是 自己只是一家小公司的前台秘书 本身就图个金钱收入不高 现在净身出户离了婚 每个月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连点贵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自己可被这个男人给骗惨了 亲姐妹们帮着出出主意 想想办法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男人吃足苦头 让他再也不能欺骗女性 这篇帖子一发 点击率很快高达数万次 女网友们纷纷留言 谴责泡粮足的丑陋行径 可要说到可行的方案和办法 孙娟找的大半天 连一条都没有 就在孙娟感到非常沮丧的时候 女网友于美人 却发来了一篇私信 说只要孙娟肯付酬劳 自己愿意帮这个忙 并且给孙娟支了个招 这篇私信 看得孙娟心里一动 那么女网友的计划 究竟是什么 张超又有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戒呢 热心女网友会给她策划 怎样的复仇计划 继而拍下两人的亲密视频 而视频一旦曝光 张超势必身败灭练 复仇计划成功 不料她的身份被泄露 男网友找上门来 一边说 一边撕扯孙娟的衣服 打算施暴 情急之下 她拿起台灯 砸向了色魔 报复色魔之后 正在播出 很快 孙娟和女网友余美人见了面 余美人看上去 约马二十八九岁 长相妖娃妩媚 余美人开诚不公地说 自己是一名封城女子 因为爱上了一个坏男人 误入歧途 她本来就痛恨薄情寡义的男人 更同情孙娟的遭遇 她愿意帮孙娟这个忙 而余美人的计划是 通过QQ色诱张超 进而拍下两人的亲密视频 而视频一旦曝光 张超势必身败名裂 想到张超对自己的无情欺骗 孙娟不但马上点头答应 还当即就给了余美人两千元钱 并且承诺事成之后 再付三千元报酬 一切都计划好后 孙娟和女网友余美人 便申请了一个新的QQ号码 并且和太阳之子张超 虎家好友 主动发起了视频聊天 那孙娟和网友余美人的计划 能让这个男人受到惩罚吗 在聊天窗口里 躲在一旁的孙娟 看到了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 理着平头戴着眼镜 长相十分斯文 孙娟一眼便认了出来 这个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对自己使乱中气的 网友张超 孙娟只恨得牙根痒痒 真恨不得把这个太阳之子 从屏幕里一把给揪出来 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而看到余美人颇有几分姿色 张超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他自我介绍说 自己是一名网络工程师 平常工作很忙 很少上网聊天 可余美人却是个例外 因为余美人不但长相漂亮 而且气质很特别 要说这一番恭维 是个女人听了 大概都很受用 可孙娟听了这番话 却感到非常愤怒 因为相同的话 张超也曾经对他说过 看起来啊 这也不过是张超的泡梁套路 在孙娟的指示下 余美人洋装被吸引 积极回应着 接下来余美人每天 都要和张超热聊上一阵 不出一周 张超便主动邀请余美人 出来喝咖啡 余美人不但按照 孙娟的指示 欣然赴约 并且还成功地 把张超带回了自己的住处 两人水到渠成的 发生了关系 这一切就都发生在 孙娟的眼皮底下 原来为了让计划滴水不漏 孙娟专门为女网友 余美人租了一处房子 在隐蔽处安装了针孔摄像 并且全程拍下了余美人和张超的 全部亲密过程 而且趁着余美人和张超约会的时候 孙娟悄悄跟踪 很快便摸清了张超的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以及个人情况 这一周以来 看着张超种种色胆包天的丑态和表演 孙娟真的是感到恶心极了 他甚至有些痛恨自己 当初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 竟然对这样一个色魔许下了终身 而这周以来 看着张超一步一步地 踏入到自己部下的圈套当中 孙娟又感到说不出的得意和畅快 第二天一早 孙娟退掉了租来的房子 给了余美人三千元钱 打发他回去了 并且把两人的亲密视频 刻成了一张光盘 一张寄到了张超单位 而另一张 则寄给了张超的妻子 接下来 孙娟密切关注 炮梁之家QQ群的动态 却发现群主太阳之子再没上线 想都不用想 光盘一旦曝光 张超必然是妻子闹 同事笑 又气又急 正忙着收拾烂摊子 哪有什么心思上网啊 孙娟在心里暗骂 张超啊张超 常在水边走 哪能不失邪 这下子你可算是灾了 看你今后还敢不敢再欺骗女性 孙娟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恶气 孙娟原本以为这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 张超永远不知道报复他的人是谁 然而一个月后 张超竟然找上门了 一个月之后 孙娟刚刚走进家门 身后一个男人竟尾随着闯了进来 只听到这个男人恶狠狠地说 孙娟你这个贱女人 居然设计陷害我 还让老子得了脏病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孙娟一下子反应过来 是张超找上门来了 可这事情都是与美人在做的 自己从来没有露面 这张超又是怎么找上门来的 原来和孙娟想象的一样 张超和与美人的视频一曝光 整个单位传得沸沸扬扬 同事们纷纷指指点点平头论足 害得张超连头都抬不起来 而张超妻子看到的这张光牌 简直气疯了 吵着闹着要跟张超离婚 张超真是父辈受敌 毫无招架之力 当然这张超也不是傻瓜 已经觉察到有人在暗中设计他 于是便给于美人打了电话 因为痛恨薄情寡义的男人 于美人起初怎么都不肯说 张超索性咬了咬牙 把架码开到一万元 于美人这才说出了孙娟 得知是孙娟陷害自己 张超气急败坏照上门来 两人见面自然是分外眼红 孙娟见张超反找上门来 心里也是火猫三丈 他痛骂张超说 你这个衣冠禽兽 专门勾引梁家妇女 你有今天的下场 全是自作自受 怪不得别人 说完抄起一把椅子 就想把张超往门外推 可他哪里是张超的对手 只见张超一把夺过椅子 三下两下就把孙娟 推倒在沙发上 恶狠狠地说 这病我今天就还你 一边说 一边撕扯孙娟的衣服 打算施暴 孙娟拼命挣扎高声呼救 怎奈张超人高马大 孙娟怎么挣扎 都不是张超的对手 慌乱之中 孙娟摸到了沙发茶几上 有一盏台灯 像是捉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孙娟举起台灯 狠狠地砸了下去 张超很快停了下来 慢慢地滑了下去 等孙娟起身一看 玻璃台灯碎了一地 张超整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满身满脸都是血 孙娟害怕急了 他本能地想逃 却觉得如果张超死了 自己一定是要坐牢的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孙娟终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并且敞开房门一边救援 接着便逃了出去 张超被送往医院后 他的伤势如何 张超左眼失明 左侧面部多处疤痕 构成六级伤财 孙娟为了保护自己 导致张超重伤 他的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大 即使张超死亡 孙娟也完全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受到重伤的张超 为何最后还会被判了刑 报复色魔之后 正在播出 孙娟在外面整整游荡了一个晚上 渐渐清醒了 她给朋友拨打了电话 朋友听完孙娟的诉说 认为是张超死保在先 孙娟的行为应当是正当防卫子才对 于是在朋友的带领下 孙娟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那么孙娟的行为 是否属于正当防卫 她又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两个概念 叫做正当防卫和特殊防卫 那么什么是正当防卫呢 正当防卫是指国家公共利益 本人或他人的人生财产以及其他权利 正受到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那么这里着重强调的是 正在进行和必要限度 所谓正在进行是指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必须在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开始 尚没有结束的阶段 而必要限度呢 指的是防卫行为应当在合理的限度范围内 否则将构成防卫过当 也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但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并不受必要限度的限制 我们称之为特殊防卫 对于特殊防卫 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明确规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 抢劫强奸绑架 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采取防卫行为 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 不负刑事责任 回到本案当中 张超把孙娟推倒在沙发上 抑郁施暴 不法侵害行为 正在进行当中 孙娟是有权利采取任何行为 来制止张超的行为 也就是说 即使张超死亡 孙娟也完全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律师的解释 让孙娟彻底放下心来 并且孙娟听从律师的建议 到警方处说明情况 在警方处 孙娟得知 自己当初用台灯 猛击张超左侧头部 因为用力脚猛 导致台灯破碎 其中一块玻璃 深深扎进了张超左侧太阳穴 并且触及眼球 因为失血过多 张超当场昏迷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现在人已经送往医院 进行救治了 一周后 张超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苏醒过来 警方赶紧派人到医院调查了解情况 看到事情败露 张超只好如实供述了全部事实 也就是他如何建立炮粮之家QQ群 以及欺骗玩弄孙娟的整个过程 原来张超因为工作原因经常上网 起初他偶尔找女性上网聊天打发时间 一次张超信口开河竟然让对方和自己开了房 打那以后张超时常借网聊勾引良家妇女 并且一次次得手乐此不疲 张超甚至在网上建立了炮粮之家QQ群 累得竟是和不良之人共同交流取乐 自己做群主更让张超感觉有说不出的成就感 而这一切呢 张超自然是瞒着家人妻子在偷偷进行的 并且时时处处都非常小心 生怕被发现 可百逆一输 到头来张超这个堂堂的网络高手 竟然败给了一个QQ号码 之后检察院以强奸罪对张超提起公诉 最终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未遂 判处张超有期徒刑三年 被判刑之后张超的单位开除了他 妻子也和他离了婚 更要命的是他左眼失明 左侧面部多处留下了疤痕 张超最终为他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而孙娟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他不必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案件终于结束了 张超不但进了监狱 还丢了工作丢了家庭 甚至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为自己荒唐无耻的行为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真是咎由自趣 而炮粮之家QQ群 也因传播淫秽物品被有关部门捣毁 而孙娟呢 或许是因为这段时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思想包袱过重 她生了一场大病 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孙娟想了很多 她这才发觉 自己和前夫的感情虽然平淡 可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矛盾 如果当初不是自己闹着非要离婚 还是可以像大多数家庭一样 平平安安 相守终老的 孙娟更感到非常非常的后悔 如果当时不是自己 一时寂寞不甘 渴求激情 又错把激情当成爱情 就不会给张超这样的炮粮族 以可乘之机 让自己一再受到伤害 孙娟知道自己错了 可这世间哪里有后悔药呢 自己酿下的苦酒 到头来也只得自己独自品尝 观众朋友 炮粮族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 网络新兴名词 而所谓炮粮 勾引粮家妇女 更是个别道德败坏的男性 对女性情感身体的侮辱和亵渎 在唾弃这种丑陋社会现象的同时 我们也提醒大家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注意 一定要提高警惕 修炼内涵 树立正确健康的婚恋观念 让我们的眼睛和心灵变得更加明亮 不给不良之人可乘之机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次再会 亲其所有送丈夫出国留学 她却突然收到丈夫在国外出轨的消息 自己的丈夫爱上了别的女人 而且还有照片为证 出国与第三者谈判 结果会怎样 这一场婚姻保卫战 已经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情敌已经退出 她的丈夫为何还要提出离婚 父亲丈夫补偿款 明日播出